前年四月高雄橋頭統治案 震驚社會 當時里長找來怪手整地 也追出害人聽聞凶殺案 犯下重案的情侶黨 不服一審判決再上訴 高分院週二上午二審宣判 無心男子因為否認犯刑 私刑拘禁的部分判更重了 包含殺人罪以及遺棄屍體 合併執行十九年七個月 比一審多三個月 雄性女子的部分上訴駁回 維持一審原判十七年八個月 當時挖到他是認為是小孩子 他看到應該是 感覺錢得很小 當作是小孩子 生物嫌情侶黨當年因為付了五千元 定金要向死者零性女子盤讓卡拉OK 沒想到對方收了錢事後反悔 情侶兩上門討錢卻起衝突 把被害人殺了 再共同埋藏遺體 直到統治被發現 指紋比退下才發現零性死者 早已經失蹤五年半 但零性死者和夫家也幾乎斷了聯絡 發生命案至今 被害者家屬也沒露面過 反倒兇嫌情侶兩人 不服一審判決再上訴 換來無性男子刑期加重 全案仍可上訴 三立雄主委達賴比鄉高雄報導